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蓝 欢迎大家收看《港住先》 上集阿蓝跟大家讲过 申请公屋时最基本的申请资格是如何 当中也给过这张图大家看看 这张图是要符合入息和资产限额的 大家如果仔细看看这张图 就知道入息和资产的门栏是多离地 但是如果大家收入并不稳定 又不懂得分哪些是会计收入 哪些是不计收入的话 就要记得看我这条片 这个系列就由阿蓝One Man Band一人制作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给个like我或者订阅我这个channel 或者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看 我们事不宜迟 立即开始 好 放心 今集就不会和第一集 跟大家讲这么多历史 直接挑入正题 首先第一件事要提大家的 就是在你交这个公屋申请表的时候 除了申请表之外 还会有其他的文件一起需要提交的 当中包括你的入息证明 亦都需要你的雇主去签名 盖章核实你的薪金你的收入等等 如果你是自雇 或者没有固定雇主的话 就会有另一款的表格 去给你填的 在填表的问题 阿蓝稍后都会另外拍一条片 跟大家讲一下 究竟什么情况之下 要填什么表 交什么表 过去有很多不同的市民 就会问阿蓝在申请公屋的时候 有些什么要留意 阿蓝就归纳了以下的问题 去让大家好好了解一下 关于入息资产等等的时候 怎样计算 什么是计算资产 什么计算收入 都会在以下的问题 让大家了解一下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会问 究竟什么是会继续收入那里呢 收入那里其实根据申请表那里 其实它就列明了什么是为之收入的 当中最简单的就是你的薪金 你自雇的时候的收入 以及一些股息、红利、保险计划 定期的利息、善养费、亲友资助 退休金这一类的收入 都会计算在内的 第二件事你还会问 究竟什么是会计算资产呢 其实在申请表里面都列明了 以下这一类的都会当为资产的 包括你在香港或者香港以外的土地 你的房产、你的车、的士牌、小巴牌、 投资、经营的业务、存款、手头上的现金 甚至乎你借了出去的贷款都会计算你的资产的 好 了解完收入和资产最基本的定义之后 你就会问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问究竟有没有那些收入或者资产是会豁免的呢? 其实在申请表和申请须资里面有提及过强积金在法例规定供款的5%就不会计算到你的收入里面 还有你现在拥有强积金户口里面的余额都不会计算在你资产里面 不过当你到65岁退休的时候拿出来的话 这个就会当为你的资产的了 第二个问题不计算收入的就是一些公共福利金的津贴 公共福利金即是什么呢? 包括一些可能伤残津贴、长者生活津贴、高龄津贴等等的津贴的收入 都是不计算在外的 第三个问题不计算收入的就是一些你已经实际支付了的离婚 那可能你打完官司之后和前妻离婚之后 你可能一路都要交这个资产贴的话 那你所付出的资产贴就不会计算在你收入里面的 那之后啦,还会有一些资产是豁免计算的 包括因为你如果因为意外而获得了一笔的赔偿金 那这些就不会计算为你资产的 甚至乎如果雇主因为你工伤的病假钱去赔偿给你 这些都是不计算在你的资产里面的 好啦,那第四个问题也是非常之多人问的 就是如果我那份工有花红、有奖金、有商量、有若满酬金、有佣金 那究竟计不计收入?如果计算,那又应该怎样计算呢? 那刚刚那类的奖金、花红、商量呢? 其实是会计算你的收入的 那怎样去计算呢?就是在你申请公屋的前一年 将你得到的一些奖金,它的总额 那个奖金的日子去到你申请公屋时候的日子 就除回相应的日子呢?就会是你的平均月入了 第五个问题就是问,我可能回草省的 我不是一个固定的收入或者不是一个固定的雇主 那我的收入应该怎样计算呢? 那这个就跟刚刚花红、商量的概念是很类似的 其实都是在你申请公屋之前的一年 你一年里面的总收入除回12个月就是你的平均月入了 那第六个问题就会问,其实我现在就靠亲戚去接济我的 那收入又怎样计算呢?他给的钱我就计不计收入呢? 其实这个都计算为收入在内的,那都是刚刚那个概念 总之你在申请公屋前的一年,你收到譬如亲戚接济你的金钱 总压是多少?除回12个月,那这个就是你的平均月入了 好了,接着第七个问题呢,都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就是说,我有买保险喔,那究竟保险里面的价值 计不计收入或者是资产呢? 那其实呢,这里是要看你的保险,究竟它的现金价值 它一些积存的红利和利息,那如果它有这个现金价值的话呢 是会计算为资产的,那如果你的保险 其实是每个月都会派息给你的话呢? 那那些利息就会计算为收入的 好了,第八个问题都跟刚刚是有些相关的就是 我有一些的股票啊,基金啊,债券啊,投资啊 我每天它的价值都升升跌跌地计算 那我究竟,算哪一天它的价值才是对的呢? 那其实呢,在申请须资里面都有提过啦 其实这一类的投资就是计算你签储公屋申请表那一天 当日的价值,又或者是最近交易日的一个价值是多少 那你就填那个价值下去就对的啦 好了,那今集就跟大家讲了在申请公屋的时候 怎样计算你的入息和资产 那不过呢,这条片就不是包括了所有的situation 所有的情况 那所以大家如果有些什么的问题呢?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阿蓝 你在申请公屋的时候 遇到收入和资产有些什么的问题啦 那下一集阿蓝就会教大家 在填表的时候有些什么要留意 或者你申请表的时候 究竟应该怎样填? 那如果这条片是帮到你的话 那希望你可以给个like我 或者订阅我这个channel 那便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看啦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